欢迎来到雨说体育 见童侠战胜马斯 并且在有效的比赛时间之内几乎赢了对方20来分 两支球队强度差距之大 确实是一目了然的 童侠这块本场比赛多点开花 卢卡东西作为球队当中的当家头牌和领袖 这场比赛轻松写意 信手年来 简简单单就是28分时篮板霸注的准三爽数据 对于他来讲这个确实不算难 而且能够看出今天东西打完全场比赛以后 基本上也就是微微出汗 没怎么太认真注意 尤其上半场能够看出两支球队之所以全样交错 你来我往各自互有胜负 主要还是因为 我感觉你从东西看对手的眼神 再包括整支球队上半场下半场判若两队 也就是说东霞当他真正想赢的时候 当他全力以赴的时候 当东欧组合开始变脸开始认真的时候 两支球队那就彻底体现出差距了 上半场主要还是因为 对于东霞来说 可能人家压根就没拿马斯当回事 别敢说马斯引进了克里斯保罗 又引进了巴胺死了 但这支球队依旧是外强总感的 何况保罗也不是当年自己了 东霞凯如文也是紧随东西身后 这场比赛打了好多精彩的攻球转换 打的马斯是暴头数穿 攻球转换这块凯如文 无论眼前面对是几人 他总有方式把球送进篮口 这点发挥也是相当有益 当然最让人惊喜的 就是新元克莱汤姆森 原本以为汤姆森在季前赛 命中率表现那么拉胯的情况之下 长鬼赛是不是也要依捞到底呢 但是不得不讲 一是汤姆森 他在进攻选择这块说的话冷静多了 就不是空位的话 他几乎很少出手 很少有那种之前在勇士时期顶着强抖 可能说汤姆森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尤其现在也算是寄人篱下来到新的环境 跟随东欧组合一起打 你要是再像以往那般 就是如同一批拖降低野马 那恐怕来到新环境之后 其他队友会对你心存不满的 所以可见汤姆森也是懂得 就是说路向随俗 一奉一俗的 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 他是了解怎么融入的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打的相当冷静 在冷静状态之下的汤姆森 不得不讲金鲁短这块 他的外围火力 那还是相当表悍 今天这场比赛就是17头 13头起重表现非常搞笑 三分球是10头6中 打出了让自己笑不容嘴的一场发挥 你看从第一节比赛 连续命中两季三分球之后 汤姆森几乎全场都在笑 可见了汤姆森总算是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在新的球队环境当中 他愈发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价值 对于老球迷来说 看到这一幕其实还是相当心慰的 因为汤姆森 曾如同他平时经常比较那个手势一样 他已经拥有四枚冠军阶子了 你说他继续夺冠 对他自己来讲又有多大的证明意义呢 尤其活到这个年纪 他双腿之前都经历过 赛季报销级别的重伤侵蚀 我感觉对于汤姆森来说 剩下的比赛 剩下的职业生涯 打得愉快才是排到第一位的 同时在场上尽可能让自己发光发弱 帮助球队 他也能够更好地接受自己 才能够更心满意足地站在场上 所以看到当汤姆森发挥这么好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跟我一样 祝愿汤姆森接下来 能够延续这种良好的发挥 让自己始终在场上保持着微笑 至于说马赛这边 外情中 之前原本以为 克里斯保罗来了之后 这次球队会有质变 但是发现现在保罗筋非其比了 你别说这场比赛又送了八个猪拱 但是得粉这块只有六头一重 好几次当对手 东欧组合 再包括科卡莱汤姆森 多点开花情况之下 克里斯保罗他无能为力 无法反击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没法站出来 一打一的方式就球队于为难了 那你要说自己进攻的火力这块没了 那你就算说助攻再赌 你也是个角色球员 你要是角色球员呢 那你就很难真正让一支球队发送自边了 所以厉害的保罗还得是场军 起码得是十三十分往上 然后助攻接近上手 这种保罗还是能够尚存余味的 但你要说得粉已经跌到个位数了 甚至这个赛季 目前我看下去 保罗可能说场进得粉 比上赛季有可能要进一步下滑 因为他毕竟又老一岁 已经39岁高龄了 如果保罗的场进得粉就维持在5到6分左右 那就完了 那对于球队影响更是维护其位了 所以说文梅亚马仍然是一个软蛋 接近8次的升高 但结果打法完全就是一个软汉 现在他更多还是依赖三分线以外的跳斗 或者说投一些高难度的一打一的 飘着打的中距离 这些都是非常低效得分手的 而且马次他打的阵容如何 你看手法阵容 除了你是2米20以上以外 其余的要么就是1米8多1米9多 再不就是刚刚2米 没有其他第二个大哥 你要是自己一直外线飘着打 谁抢篮板呢 所以文梅亚马这种打法 这也是取败之道 未来的话他必须得改 你如果不改的话 你这么打去没什么前途 而且能够看出文梅亚马一打一 在底部也没有威胁 就一打一 哪怕背身单打对方2米的 他也打不动 因为他确实下盘这块肌肉力量仍然不足 之前所谓的什么文梅亚马修载棋 他整动了 变得更强壮了 也就是跟上赛季 骷髅架一般的自己 稍微强壮了一点 你真跟那些人比球人 想比现在 他仍然是显现的最为踩弱的那一个 因此文梅亚马呀 目前他经常容易倒地 双腿发力似乎说蹬地这块都有点吃力 怎么讲呢 这就是体格不行 而且他毕竟是打一个内线 你在低违肉搏的话 完全体现不出太强的存在感 甚至就连防守 其他球员行所也抓住了文梅亚马真正的防守命门 在篮下的文梅亚马能送出精彩封盖的次数 也开始大大减少 所以文梅亚马目前赛季地战还是挺让人失望的 至于巴安斯他主要是进攻缺少爆发 你看上半场拿14分 当时我就判断 全场下来最多18分 他跟维基斯一个属性 结果全场拿17分 就这样 就干这些活 这就导致马刺有一个致命问题 文梅亚马他得分这会儿严重不稳定 而且非常底效 克里斯保罗得分根本冲不上去 年龄大了 没有担打能力了 至于说巴安斯 巴安斯一场比赛就能拿这点 再躲的话他干不了 这就使得马刺队一旦被对方 稍微几个明星 连续打几个回合 一波拉开七八分 马刺队基本上无力追赶 这就是马刺队这个赛季的致命团板 所以你要是这么看的话 今年马刺 最多是负假赛 好一好点 或者坏一坏点 那可能说仍然是余难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